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的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粉威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網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下 美國媒體爆料 爆料什麼呢 原來 雖然美國向俄羅斯實施了很多制裁 但是制裁之下 原來 美國的企業 已經是 靜靜地買一件東西 這件事相當重要的 就是 俄羅斯的化肥 因為擔心會 無意中違反 貿易限制 因為對俄羅斯制裁 所以 現在他們 是 狂買俄羅斯的 化肥 因為 怕之後如果有什麼生變的話 就買不到 雖然 歐盟和美國 是豁免了俄羅斯化肥 我們很公道 它是豁免了俄羅斯化肥 不過 他們都擔心 會不會搞搞 連俄羅斯化肥也制裁了 很多人 就 打算 快點買吧 不過也很多人都很擔心 尤其是那些 托運公司 還有銀行 保險公司 一直都遠離俄羅斯化肥 這件事就是 制裁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寒蟬效應 什麼鬼都好 因為 雖然是沒有制裁俄羅斯化肥 但是總是擔心 唯有一天會不會搞了它 所以 也不敢買大量的俄羅斯化肥 所以 俄烏衝突之後 俄羅斯化肥的出口量 顯著下降 供應銳減導致全球食品價格就飆升 進一步加深了對糧食危機的擔心 在壓力之下 想不到 美國 又 開始轉頭是 狂買 化肥 原來 美國 就是鼓勵 而且靜靜鼓勵 這個是 西回說的 是quire 很靜靜地 去鼓勵農業 和 航運公司 增加俄羅斯化肥的購買和運輸量 咦 西回這個彭博都說 跟美國一直以來的立場是智商矛盾 美國有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無實的 對於可能的糧食危機 美國 俄羅斯 當然各執一詞 美國就說 最壞俄羅斯 封鎖了奧德薩這些港口城市 搞到烏克蘭的糧食出不了 所以 要求俄羅斯結束對糧食的封鎖 但俄羅斯就強調 只需你們 西方制裁我們 限制俄羅斯出口他們本國的糧食給全世界 俄羅斯 是世界 最大的化肥出口國 佔2021年全球化肥出口的量大概五分之一 俄羅斯衝突之後 美國和歐盟 就對俄羅斯的能源 好像石油 是 海運 石油就實施了禁運 但是是豁免了俄羅斯的化肥貿易 不過因為擔心可能 無意中會違反制裁令 所以很多的 物流公司 銀行 還有保險公司 一直是遠離 化肥交易 俄羅斯化肥出口 今年下降了24% 2 化肥出口下降了 但是 就令到全球糧食價格成本上升 所以食品的過去一年是升了30% 美國的食品價格也是升了10% 除了俄羅斯之外當然 俄羅斯的小弟白俄羅斯 他們的淡肥 都是在世界有一席位 我們看到 最依賴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淡肥的國家包括新加坡 蒙古還有巴拿馬 美國 有20%以上的進口 化肥 都是來自這兩個國家 所以減少化肥用量 可能影響未來的收成 美國 在這個壓力之下 鼓勵農業 和 航運公司 快點狂買俄羅斯的化肥 和 加大運輸量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5月份 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糧食安全會議上 制裁 是沒有阻止俄羅斯出口糧食和化肥的 我們每天 都是在同一個國家合作確保 他們了解制裁 是不會阻止 這些 物品的流動出口 即是意思 你們買吧 不怕的 不制裁的 其他國家要害怕 撐你 美國夠惡 所以也不敢買 結果美國就叫自己的公司買 叫自己的 商家佬去買 另外 美國 上駐聯合國代表 格林菲爾德 在5月底也說 美國準備向 航運和保險公司 發出 惠問信 咦 是什麼意思 惠問信原來就是 幫助 他們 買多些俄羅斯糧食 還有化肥 這位 阿姐 也說 俄羅斯糧食和化肥 沒有受到我們美國制裁 是 那時候 有點緊張 他們是可以 繼續買 化肥和糧食 我們準備給他一封 慰問信 這麼搞笑 格林菲爾德 就把責任推給俄羅斯 他之前接受BBC BBC訪問的時候就說 如果你知道的 事情 足夠多的話 化肥已經成為全球一個大問題 是會知道的 而俄羅斯在化肥出 他們只需要開放自己 結束這場戰爭 結束他們的封鎖 就可以令到 食物流通 但是美國就指責俄方封鎖 烏克蘭港口搞到現在這麼嚴重 就說他切斷了超過2500萬 烏克蘭糧食 就說這個普京大帝這樣搞 俄羅斯方面就說 是西方的制裁 限制了俄羅斯 出口本國糧食的能力 亦都加劇了全球力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其實 月頭的時候 就訪問沙地阿拉伯 他就說雖然西方 高調地說 糧食 是沒有制裁的 但是 他們對 溫送俄羅斯糧食的船隻 受到制裁的 事實就沒有說出來 歐洲港口有俄羅斯船石 俄羅斯向國 工藥食相關的所有物流和金融鏈 都是受到西方制裁 這件事 其實非洲國家是側面證實了 因為 你的 一些行為好像是 比如不讓俄羅斯用SWIFT 即是國際支付系統 他們有錢都給不到俄羅斯 所以 拉夫羅夫就說 花肥的豁免效果 根本制裁他們 這樣 間接 或者直接影響到俄羅斯糧食出口 金融 還有 運輸能力 包括在 食品的領域 俄羅斯 上駐歐盟代表 其實也發了一份公開信 給歐盟 就說 俄羅斯對食危機 感受到十分擔憂 並且清楚 供應對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 糧食 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不是之一 誰不吃東西 他也說 俄羅斯預計今年小麥會大豐收 這樣 將允許俄羅斯 是從 今年8月1號 可以有2500萬噸糧食出口 即是誘惑一下你 你要不要 我們2500萬噸 要不要 他們也說 從 2022年6月 到2022年12月 花肥出口 我們的能力 可以最少供給全球 2200萬噸 你要不要 美國沒有說不要 不過是靜靜雞購買 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彭博說 靜靜雞購買 哈哈哈哈 這些泥 沒錯 現在被 彭博踢爆了 遲些烏克蘭那邊就會 叻叻 你說得對 為什麼 他要靜靜雞呢 他很怕 其他盟友說 一定 你 做制裁 當然這兩樣的糧食和 化肥是沒有在制裁名單裡面 但是你知道 他有些盟友很激進 好像波蘭 那些 談都不讓你談 他就擔心 正正雞是對的 但是這個爛鬼磅 為什麼踢爆別人呢 哈哈哈 俄羅斯 穀麥聯盟 也說雖然對制裁的擔心 是限制了穀麥出口 但是 今個年度的總出貨量 都是跌了14% 而五月份小麥的出口 是翻了一番 聯合國現在就想著跟俄羅斯談判 就為了 解除 烏克蘭港口的封鎖 就緩解目前世界的糧食危機 華盛頓其實這個月頭的時候 都是派了代表 是靜靜地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聯合國 領導的 這個供應問題 會談 但是到今時今日為止 會談的進展相當緩慢 美國不願意 是討論解除對俄羅斯的任何制裁 不過美國都可以說 我真的沒有制裁你的糧食和化肥 那怎麼解除呢 是的 所以各執一詞 俄羅斯就說你不解除我就 很難出道 從天然氣、石油 還有其他的 穀物 還有化肥 全球的 這些東西 之前都是嚴重依賴俄羅斯的供應 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化肥 出口國 佔全球化肥出口量的五分之一 另外根據聯合國 農業及 糧食組織統計 俄羅斯和烏克蘭 是世界最大的 和第五大的 小麥出口國 俄羅斯就最大 烏克蘭就第五大 兩個國家合計就分別佔全球 大麥、史麥、 宿米的供應 百分之十九、十四和百分之四 佔全球穀物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俄羅斯衝突 令到 糧食價格 非漲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截止道 上個 周末 粟米和 小麥的價格 和去年一月份相比 是上漲了 42%和60% 最大件事就是 非洲和亞洲國家 因為這些國家 有些是最依賴烏克蘭和俄羅斯 糧食的國家 非洲44%的小麥 就是從俄烏進口 而供應 短缺 現在開始螺旋式上升 後果 是相當的嚴重的 就算連美國的 知名媒體國會三報 亦都說如果 化肥不流通 沒有人用到的話 世界的糧食產量一定會減少這個廢話 大家都知道 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的 首席 經濟師 就叫做 Tower 他就說 無論供應問題怎樣也好 化肥的市量減少 一定會導致農作物的產量下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說明 我們遇到 食物供應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一起 坐下來談 有沒有那麼容易呢 另外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日前亦都說過 由於戰爭和 極端天氣的影響會造成大量的饑荒 非洲面臨就是迫在美節的危機 多達 170萬兒童 可能會營養不良需要緊急幫助 非洲聯盟 倫殖主席國 來自塞內加爾 這個前法屬殖民地 薩勒先生 曾經亦都說 糧食和化肥短缺非常令人沮喪 我們相當擔憂 他其實3號的時候 跟普京 舉行了回談 討論糧食安全問題 他會後亦都呼籲 其實俄羅斯 已經是準備好 確保他們 小麥和肥料出口 我呼籲 所有的 國家 應該解除 對俄羅斯 小麥和化肥的制裁 他可以再說一次 其實小麥和化肥的糧食是沒有制裁的 你又說不通 他是沒有制裁的 現在美國就聰明了 靜靜地買 但是 美國政府就叫他們的企業 去買多些化肥 不過這樣 現在 美金 是走高 匯率的狀況下 其實也影響 美國公司的業績 雖然美金是 匯率高的話 你 買東西當然可以買多些 因為 額外的匯率影響 意味著今年靜下來的時間 是 不是那麼容易過的 不是那麼容易過的 因為你出口 你美金那麼高的時候出口 就有某個程度上的打擊 美金現在升值已經是升到 2002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已經在今年令到美國企業 是有 計算了 就有幾百億美金的損失 因為他的匯率升得厲害 好像高盛 高盛就說 由於今年 美金 這段時間的升值 所以 令到很多公司 的出口受到影響 那也是的 你那麼高的話出口肯定影響 美金的 匯率高期 也會影響到擁有 大規模國際業務的公司營收 因為 他們的海外收入 價值 變相低了 因為 美金那麼高 並且降低他們的產品相對於 海外 當地競爭對手的競爭能力 雖然美國的 通脹近期 就是40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但是美金今年真厲害 是 今年已經升了9% 為什麼它升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 美國的利率上升 以及美國的經濟表現 是好過其他的 國家少少的 美國比其他 地方的經濟增長更加快 也意味著 國際的 收入 因為匯率那麼高 是等於變相削減的 好像微軟 微軟這個月 為他們的 盈利預警 辯護 他們就說 現在的匯率那麼厲害 怎麼辦 他們就預測 他們的收入 會少4.6億美元 因為現在的匯率 這個沒辦法 這件事也控制不了 其實美國的增長也開始放緩 並且隨著 美聯儲 進一步加息 再放緩 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 除非 發生投資者為了避險而大舉 衝向美軍 美金資產的狀況 否則 他們 是不會繼續 看到美金有 超常的表現 當美國表現是比其他國家好的時候 或者 當其他國家放緩的時候 美金繼續升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 美國 每個人都相信他們 這個就是他們的實力 這就覺得 在美國投資 是安全的 相對來說 希望一樣的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我戰爭 完了 大家過得好一點 不過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完 還有 雖然你經常都說沒有制裁別人的糧食和 化肥 但是 你制裁了別人的支付系統 應該說你不給別人用支付系統 頂你 怎麼付錢 所以 都是難的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難的 還有 你要知道 那些 制裁一走了 是很難解除的 你看看伊朗和朝鮮 一制裁就制裁你幾十年 那 會不會我們幾十年都過苦日子 我都很擔心 不是說笑 我都很擔心 希望不會這樣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